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民披露市长福特以绅士法驾车打电话 警方表示市长不会受到指控 新民主党党团赞成林顿决定 一致推举Nicole Termel担任临时党会 坎大哈市市长遭遇自杀式袭击身亡 哈利班宣称负责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三 您现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先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 网上有市民指责多伦多市长福特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的事件曝光之后 警方今天表示福特不会因此受到指控 多是警方发言人表示 其他的驾车人士如果在事后承认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都没有受到指控 因此市长也同样不会受到指控 警方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追究这一事件 根据安省的法律 开车时打手机将被处以罚款155加元 警方也表示不做出指控的另一个原因是 警队的资源有限 而巧合的是 目前市长福特正在审核师傅开支 可能还要进一步削减警员的人数 这宗最初在网上曝光的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一位名叫梅森的多事妇女在Facebook上发帖说 上周五晚上她带着六岁的女儿驾车行经中区唐人街时 恰好看到市长福特一边开车一边在打手机 当劝福特放下手机时 看到福特竟然向她和女儿竖起中指 福特事后在网上回应说 整件事情纯属误会 华裔地产经济韩建国被绑架致死案再有新的进展 皮尔区警方早前公布了一张照片 呼吁市民提供绑架案当中负责驾车的华裔男子线索 警方宣布昨天成功将这名华裔男子逮捕 并且提出指控 他也是此案第五名被拘控的一番 皮尔区警方在本月15号发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共有两人 其中一人相信是被空击的43岁华裔男子吴伟国 另一男子怀疑在绑架案中负责驾驶一辆迷你客货车 警方呼吁知情的市民提供这名男子的资料 在接获可泡线报之后 警方于昨天拘捕了这名29岁来自万锦市的男子黄伟心 并且对他控以两项绑架意图勒索赎金罪 一项严重袭击罪以及一项误杀罪 该疑犯于今天在宾顿法庭进行保释聆讯 韩建国与费学军于今年1月在密西沙加市一间豪宅失踪后 警方先后对数名疑犯控以绑架勒索等罪名 本月警方在万锦市一间住宅内发现了韩建国的尸骸 有传言说韩建国是因心脏病突发而死 之后与此案相关的疑犯均被加控误杀罪名 目前警方仍在通缉另一名在逃的疑犯吴伟国 并且希望公众提供线索 联邦政府公布了藏匿于本国的30名 涉嫌战争及人道罪行的疑犯名单之后 于今天在大多伦多地区逮捕第4名战犯 公共安全部长图威斯和移民部长肯尼 今天在沃泰华召开记者会宣布第4名战争罪疑犯 是来自秘鲁的Henry Carbonell 他已经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收押 据悉该疑犯与毕鲁前总统腾森执政时期 犯下的违反人权和屠杀等罪行有关 部长在记者会上强调 政府的工作不是确定他们的战争罪名是否成立 而是将这些禁止入境的人驱逐出境 联邦政府公布的30名非法入境的战争罪疑犯的清单上 列明了疑犯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照片 并且呼吁公众协助寻找 自上周期已经先后拘捕了4人 这些人被认为犯有国际法和本国法律下的战争或人道罪行 非法在本国定居 将被驱逐出境 一名来自安省凯伦顿地区的男子 一年多以前离其失踪 后来其尸体被铺路工人 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发现 警方几个星期前悬赏5万家园缔拿凶土 今天警方宣布已经逮捕了一名涉案的遗反 死者Morris Conti中年45岁 14名孩子的父亲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的5月21号 之后他便不见了踪迹 几天后 Conti的遗骸被一名铺路工人 在Moscoka Road 117以南地区的三个不同地点发现 警方今天宣布逮捕了27岁的Zavariel Lucia Jr 此人正面临谋杀事后重犯 以及侮辱尸体的指控 而警方还在搜捕与谋杀有直接关联的疑犯 加国方面的消息 新民主党领袖林顿日前宣布因癌症暂时离职 并且推举新民主党魁省赫尔爱马新任议员 Nicol Termel担任新民主党的临时党魁 林顿的选择获得了新民主党党团的一致支持 Termel今天表示已经做好准备接受新的工作 新民主党党团今天在沃泰华开会推选临时党魁 会议将进行两天 今天的会议听取了现任党魁的推荐 以及对党团的各项建议 随后党团将决定权交由联邦议会 以确定最终的临时党魁人选 Nicol Termel虽然是首次当选国会议员 但是她已经在新民主党党团内担任领导工作多年 她还是一位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的领袖 具有丰富的经验 林顿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Termel的工作能力予以肯定 并表示相信Termel会在临时党魁的岗位上 有出色的表现 林顿宣布暂时离职后 来自社会各界的民众 纷纷以打电话 发电邮 以及上网留言等方式表达慰问 总理哈勃也在昨天表示 加国民众将是林顿与并魔作斗争时的坚强后盾 林顿初步计划在9月份国会重开时 回到党魁的工作岗位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政府发言人 今天发表声明说 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市政府办公楼 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 市长在爆炸中身亡 声明说坎大哈市市长当时正在开会 一名袭击者将爆炸物藏匿在头巾内 混进会场后引爆 致使市长乌拉姆·海德尔·哈米迪身亡 另一名与会者受伤 袭击者当场死亡 塔利班随后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塔利班在这个月早些时候 先后发动袭击 分别致使卡尔扎伊的高级顾问 一名国会议员和卡尔扎伊的弟弟 瓦利·卡尔扎伊死亡 坎大哈省是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活动猖獗的地区 尽管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北约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近年来不断加大轻角力度 塔利班在这一省份的活动依然活跃 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今天就22号发生的袭击发表讲话称 挪威人民不会被奥斯陆爆炸和鱼特岛枪击事件吓倒 将以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姿态回应此事 斯托尔滕贝格还说挪威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调查奥斯陆爆炸和鱼特岛枪杀事件 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今天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调查清楚这次袭击事件的方方面面 并从中汲取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他说这一委员会必须是独立的 有自己的秘书处并直接向首相负责 斯托尔滕贝格还说 政府将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死难者的活动 并将出资帮助料理死难者的后事以及帮助幸存者 此外挪威警方今天早些时候表示 在首都奥斯陆中央车站发现一个可疑的公文包 随后证实是虚惊异常 挪威警方在发生爆炸和枪击案后 处于高度警惕状态 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今天证实 第一批空运的救援物资的飞机 已经于今天从肯尼亚的内罗币起飞 前往苏玛里首都摩加迪沙 其他飞机预计将把粮食送往 临近索马里边界的爱塞俄比亚东部地区 和肯尼亚北部地区 运往索马里的救援物资 主要是给予营养不良儿童的各种 加入了维他命和矿物质的辅助性食品 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向索马里冲突各派 发出紧急呼吁 要求他们为救援组织开放前往救助基民的通道 联合国粮农组织准备在索马里南部 总计救助220万人 其中35万人因饥荒 目前正面临生命危险 韩国江源道春川地区今天因为暴雨 引发严重的泥石流 造成至少32人死亡 江源道地方警察厅说 事故发生在当天凌晨 泥石流造成山体附近的旅馆等五栋建筑被埋 当地警察和消防人员正在积极地展开营救 但持续的大雨使救援工作进展困难 自昨天晚上开始 韩国首都首尔以及周边地区普降暴雨 降雨量普遍超过250毫米 其中首尔地区超过300毫米 大雨造成部分地区交通中断 并且发生了房屋倒塌以及雷电引发火灾等事故 根据韩国气象厅的预测 降雨将会持续到29号 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外长今天在新德里举行会谈 这是2008年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之后 双方首次恢复举行会谈 两国外长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会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印度外长克里希娜表示他有信心 一帮两国的关系将会回到正轨 而一个星期前才被任命的 年仅34岁的巴基斯坦外长哈尔则认为 一个合作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有分析人士指出 本次会谈不太可能取得实质性的巨大进展 但是足以体现双方希望冷却关系的愿望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今天宣布 英国将驱逐所有利比亚驻英国大使馆人员 并且正式承认利比亚反对派 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的合法政府 此消息正式宣布前 英国外交部召见了利比亚驻英使馆代办 通知他英国将驱逐所有利比亚使馆人员 据信目前利比亚驻英使馆中有8名工作人员 早在今年5月 英国已经驱逐利比亚驻英国大使 理由是位于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的英国大使馆受到攻击 黑格今天还表示 英国将解除对立资产的冻结 从而援助利比亚人民和全国过渡委员会 伦敦奥运会今天正式进入一周年的倒计时 伦敦奥组委主席还透露 虽然有大量的工作还有待完成 但是伦敦2012奥运会的各项筹备近战顺利 伦敦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是力争成为各项检测工作最为成熟完善的奥运会 除针对26个项目所涉及的比赛场馆和基础设施进行检测外 国际奥委会相关负责人也会定期造访伦敦 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监控和严格审查 交通和安保问题有可能成为伦敦奥运会面临的主要难题 英国正在筹划和平时机规模最大的安保方案 此外主办方含有一百多万张男族和女族的比赛门票上位收处 国际新闻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 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中港台新闻为您报道 温州动车相撞事故死难者家属组织游行 要求政府交代真相 温州动车事故引起各方质疑和批评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调查